为提高政府文件翻译水平和准确性 政府着密公民译者反应相当的踊跃 晚间举行的华语社群和翻译爱好者线上交流会 吸引超过1000人报名参与 来看记者傅小宇的报道 担任全国翻译委员会主席的国家发展部 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 在今晚举行的线上交流会上 与翻译爱好者分享公民译者计划的内容 交流会吸引了大约630人 包括专业人士参与 沈颖指出政府部门文件信息量大 翻译时间紧 面对的不仅是新闻和翻译官员的问题 让广大的政府官员或者是公务员 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 而且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 怎么样才能够确保自己部门所发布的信息的翻译是正确的 公众人士十分关心翻译 这是一件好事 我认为我们应该集思广益 因为如此我们提出了公民译者 Citizen Translators这个设想 参与公民译者计划的人 可以点出政府宣传资料中的翻译失误 并提供建议纠正 此外他们也能够通过网络平台 参与政府宣传资料的审稿环节 当局也为这个计划举办争名比赛 有意参与者可上网了解更多详情 作用文字连与大家 雷尔 美 未经许 明 美 芋 宣传 美